随手可得的日常用品也能成为艺术创作的素材 在云林水林一间杂货店的老板娘 十年来利用空档时间 将各色吸管创作成精致有趣的作品 带您一块去看看 婆丝猫 天鹅 猫熊 龙 昆虫 一只只微妙微笑的动物 全是用吸管做成的 黑色吸管最适合做昆虫 像这只蝉 它的翅膀是白色的 我们要利用一些有间的东西 去把它刮出纹路出来 这样才会更像 开杂货店的林云轩 总是忙里偷闲的利用空档完成作品 我来这里买东西看她在做这个 我再跟她学 可是她做的这个东西都很特别很好看 这些小瑕疵是十年前的创作 色泽依旧亮丽 它拉近很好 然后不易褪色 然后又容易保存 重点是它不怕湿 脏了以后你再重新给它整理过 还是一样鲜艳 除了单件作品还能搭配节日做主题创作 像我学会了迷路 学会了圣诞老公公 还有刚好就把它组成了这个圣诞节的这个作品 这样作品拿去参展看过的人都称赞 因为色彩鲜艳 然后又不变形 得到大家的鼓励 林云轩也常硬要参加社区活动 与大家分享吸管艺术之美 洗脑人亚特电视 顾慧玲 陈岳秀 台湾云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